2018年底周立奇突然宣布容身人妻 下架内地演员傅宏明 当时有传两人凤子成婚 但妮奇就否认有喜 事隔一年妮奇终于造人成功 在社交网站上宣布怀有鼠宝宝 她还留言说感谢上天赐她一份礼物 虽然妮奇这晚缺席主演新戏的首音里 不过和太太及子女一起现身的男主角 曾子丹就说 她一早已经收到妮奇的喜讯了 首先我非常开心 恭喜她了 因为我跟她拍戏的时候 她还没有找到爱人 然后拍完之后又结婚了 现在又结婚那个时候 我也跟她说快点 快点做人了 快点生多几个孩子了 然后这次那么好的消息 她第一时间也告诉我 然后我就说 当然拍电影的是次要 只是一个工作 人生大事 你肯定当妈妈是大事 所以我希望你好好的休息 也非常替她高兴 很非常 大家都 我们全体都替她高兴 她是拖那个子弹告诉我的 我都没跟她通过电话 那当然是恭喜她 希望她开开心心 还是健健康康 她不会这样的宣传都 可能多么不少 她之前已经帮忙 就做了一点 跟毛顺君 毛姐 一起做的 所以 也还是 我觉得还是 可以了 子丹这次在戏中 要化身120公斤的胖子 光是每天化妆和卸妆 都要用上几个小时 难怪她也说很辛苦 特技化妆是特别艰难的 因为除了每天的时间 然后所有的特技的 化妆的物料 粘在你的脸上 同时 也要穿了一个 几十斤的肥仔的衣服 然后 这个负担呢 又要演又要打 从冬天派到夏天 然后每天 出汗 其实在外面 我扮演一个胖子 但是在里面好像 在一个 酸的 一个蒸汽 玉一样 就是每天出好好多汗 都是挺难受的 子丹这次和王金合作 他说和金哥很有缘分 他还和我们分享了 这次找王金合作的应由 因为我觉得 大家看王金 演过很多戏 但是一般 他都是很胡闹的 很无厘头的 那么我说 金哥 其实我认识你 你私底下是一个 比较很真诚的一个人 你干嘛要 不要让观众看到你 那一面 好的一面 那么 我希望在我们这个戏里面 你的角色是 完全可以展示你的 最真诚 最有 最有质感的 那个 性格 所以在现场 每一次 他一做那些 王金的表情 我都会叫 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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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一遍 你要把你最真心 最有诚意的心态拿出来 所以他很大的压力 三点都睡不着 金哥表示 子丹是个很有要求的演员 经常三更半夜 打电话给他 想桥段 还要他做演员出镜 这个戏是 曾子丹 就 故意要我演的 我觉得 哎呀 你要折磨我 就不要用这种 演员的方式 还要我打 我说 我去 看看 洪大哥有没有打 其实 我请洪大哥来演吧 他说不行 我就要你演 哎呀 我就说 不好了吧 我那么帅 我怕抢了你的镜头 他说 哼 才不会 那我就吃好业 有没有经常呢 在打了什么 有点累 因为很冷 很冷 我们在一个 就是客窗里面 布置成一个 足地 那个 足地 那个 鱼市场 然后 打的时候 有时候要掉到地上 要用手按地 地基本上像冰块一样 特别特别冷 又没有手套 那场戏拍了很多天 我说出来挺精彩的 还值得的 就不过来 我说出来 我说出来